拒绝疫调方面现在只剩下24位 在这里提出郑重呼吁 今天下午5点以前 如果这24位海军官兵拒绝疫调 我们将正式开放 高雄市场韩国瑜烙狠话下最后通牒 不肯接受疫调的24名官兵将开砸 磐石舰官兵染疫 让高雄境内感染零确诊破功 一要成为防疫破口 就怕疫情扩散韩国瑜不敢大意 针对染疫官兵曾经走访的34处热点 下令全面血液消毒 目前已经全数开放营业 卫生局更喊话民众能够放心前往 不过还是要保持警戒 但是面对媒体接二连三询问 是否会封城 韩国瑜严正回应 我想封城这两个字 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能提出来的 所以目前为止不考虑 强调不考虑 在罢韩势力和疫情危险两头烧之下 韩国瑜只能战战兢兢防毒疫情 欢迎新闻林薇凯李嘉宇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